昨天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言論 可能大家會覺得有點意外 所以你見到金融市場是有所波動的 不過正如我之前所講 從大局看中美之間的矛盾 包括貿易方面的談判 雖然貿易談判之前一直看到 總體出來的消息的大方向都是向好 但是同時間我們都要明白 那個矛盾本身亦都是相當深 中間在談判的過程裏面 有起伏有波折都是在所難免的 因此在我們來說 最重要我覺得需要有兩手準備 一方面我們隨著談判的進展 有一個合理的預期 但是另一方面都要考慮到 萬一出現一些不同的情況 我們會怎樣做呢 我們需要實際上有些準備功夫 但是同時心理上都要有所準備的 由貿易戰所引發的投資信心轉弱 金融市場的波動 這個是我們大家都要關注的 而受影響又不單止香港 大家看到環球的金融市場 隨著貿易戰的起伏也有所波動 在這方面我們做好我們的防禦工作 一方面在金融體系包括銀行 之前多番提及 不管是銀行的流動性 資產質素 銀行的流動資金各方面我們都看得很緊 目前來說都是一個相當健康的狀況 證券市場方面有所波動波幅難免 最重要就是有秩序地進行交易 交收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是針對結算所的財政穩健 針對券商的財政穩健 針對一些基金公司 因為有很多市民把錢交給基金公司做管理 基金公司在這些極端釋放的情況之下 它怎樣做 這方面我們都非常留意 密切地監督住 亦都有做一些壓力測試 亦都有和交易所有一些處置的機制 因此在總體來說 我們目前仍然覺得風險是可控的